2010年郭德纲和徒弟曹云精彻底决裂 曹云精背上叛徒的名号被全网声讨 可谁也没想到 13年过去了 曹云精彻底翻身 口碑逆转 反倒是郭德纲陷入低谷 德云社面临着危机 近日曹云精在某直播平台上直播说相声 最开始的直播间骂声一片 大家纷纷骂他是叛徒 让他去掉云 不配用这个字 让他关掉直播打赏 直播间为什么不关闭打赏 这就好比啊 天桥料地演出 可一段时间过去 曹云精粉丝数突破300万 单场点赞超过1亿 最高单场同时在线人数突破30万 最高单场涨粉超过15万 谁也没想到 在相声被搬到直播平台后 受益最大的人居然是曹云精 这让郭德纲和德云社尴尬了 网友还翻出一段郭德纲的采访 台下观众问他 是否支持把相声搬到直播平台上 而郭德纲对此的回答是 相声可以以各种方式存活 但直播不适合我 我没做过 如果你愿意试 我就可以通过直播平台给你限流 要不然我让他们给你封号 这句话看起来是句玩笑话 可也表明了郭德纲的态度 那就是他本人不愿意直播相声 德云社的其他人也不可以直播相声 可如今曹云精在直播平台的火爆打了郭德纲的脸 也打了德云社的脸 相信很多没关注曹云精的观众会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曹云精如今这么火 他的风评什么时候变好的 其实曹云精口碑逆转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德云社近些年口碑翻车 想想德云社口碑好的那几年 曹云精一直被骂 可现在德云社口碑大跌 就显得曹云精似乎没那么差 起码业务能力比很多人强多了 今年德云社全国巡演如火如荼 他们的名气越大 门票越来越高 相声质量却越来越差 青黄不接是德云社最大的困境 有网友心里点评 德云社如今的受众不再是相声爱好者 而是粉丝 郭德纲和于谦年纪大了 只顾着搞副业 心思根本不在相声上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也许是我的错 剩下年轻一辈的徒弟们 名气最大的岳云棚成为综艺咖 郭其林忙着演戏 张云雷 秦宵贤 孟贺堂人气高 可相声水平见仁见智 再加上近些年德云社 频繁爆出一些丑闻 比如张九南被曝出轨家暴等 导致大众对德云社的评价越来越低 相比之下 曹云精开直播免费给大家说相声 没有什么门槛 大家看个乐呵 看不下去就走人 看得开心就给个打赏 曹云精拿到了钱 观众得到了快乐 何乐而不为呢 有人看完曹云精的相声后 也感慨曹云精虽然狂 业务能力确实没得说 比德云社绝大多数人都强 相声说得好 还不用花钱看 也难怪这么多观众 涌入曹云精直播间了 但曹云精的爆红只是一个开始 他抓住了直播的风口 开提了另一条道路 可他能火多久 能不能长久火下去 没人能知道 郭德纲和曹云精的对打 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胜负还不一定呢 帮助 我们拍手 有点热